现在就欢迎各位来进行变形过程 那么分成下半集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我会先上传在YouTube频道 然后可以有机会在上集 让一些网友们提出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可以第一时间在下半集做一个回应 首先是肚子的造型的部分 有网友指出 因为在电影第二集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科波文被密卡登从后面捅了一刀 肚子被打穿了一个洞 所以肚子的造型跟第二集不一样 是因为原本的这个地方已经被破坏掉 然后里头算是Jetfire 就是天火的零件所组成的 这好像也是 我不知道这是官方的说法 还是这位马来西亚的唐零件先生 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不是很清楚 但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子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那么他也提到了 可动手的部分 装上了之后 玩具能不能保持变形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现在就在变形过程中 顺便回答他这个问题 首先可动手 因为他比原本的拳头 要略大 原本的拳头 来比的话 他比较大一点 所以要做一些收纳 首先就是这个拇指的部分 要把它收纳到拳头中心的洞里头 要把它收纳到这个洞里面 那非常简单 就是把拇指 拇指这个关节呢 先往这边的往上面调到底之后呢 把这个第一个关节塞到这边之后呢 往里面一推呢 它会非常不可思议 非常巧妙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会自动的整个手指的部分呢 只会留这个关节还在外面 其他的会自动伸到里面去 然后呢 其他的丝跟手指头呢 再把它给握拳握紧 那在握紧的时候呢 是尽量尽可能尽可能的呢 我们把这个拳头呢 给他弄得越小越好 把它缩得越紧越好 OK 然后呢 因为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有时候呢 是会不小心会掉下来的 那附体啊 各位呢 掉下来 那干脆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点涂装 里面是白色的塑胶件 然后画面是有点铁灰的抨击 这个可动手的部分呢 有人问说是在哪里买的 这个其实呢 上网路自己去Google一下 这个冰晶金刚的可动手呢 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没有关系 我呢也会在影片的最后呢 告诉各位 我是在哪一个网路卖家那边买到的 我会附上 它的一共有三个颜色 有原本的 最原始的就是属于 09年的那个Leader Class的 科布文那个模子呢 比较塑胶感比较重的颜色 那还有所谓的银白色 就是R24的那个电镀色 再来呢 是这种铁灰色 是适合这个D28的 那当时呢 我是打算给D28装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配色的啊 拳头的部分呢 这样就是把拇指收进去 其他四个手指呢 捏紧就好 暂时先 暂时先做这个准备就行了 这边呢也是一样 不过呢这里呢 食指的部分啊 拇指的部分呢 我已经先把它给收拿进去了 再来呢 其他几根指头呢 就可以把它 通通都收起来 手的越小越好 再来呢 就可以做一个 属于那个 当然可动手不是每个人都有嘛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附加的 现在呢 那就可以进行D28的身体的一个正式的变形啊 首先呢 这两片收好之后呢 再来胸甲这个部分呢 要把它挑出来的时候呢 是许多人觉得有点恐怖的地方啊 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滑槽的部分呢 跟这一个红色这个部件的红色的部件呢 从这边延伸下来之后呢 它有一个倒勾 往这个方向勾 它勾住了这个滑槽里面的一个装置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它正常来讲 它往上面推 甚至呢 你触发它的这个 声光效果的时候呢 可以确保呢 因为这个勾 勾住了里头这个滑槽 所以它不会松脱掉 但是呢 在变形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一个蛮多人的噩梦啊 那首先呢 比较有 比较轻松能够 把它拆脱的方法呢 是这个样子啊 我呢 怎么弄的呢 在往上挑的时候呢 我是把拇指呢 往里面推 然后食指呢 往外面扣 这样子把它给扣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啊 所以反过来说的话呢 就是呢 食指 拇指的力量往这边伸 食指的力量往外面拉 先往上推到底之后呢 拇指开始往这边施力 然后呢 食指往外面 往外面施一点力量 这样呢 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弄出来了啊 如果你的 手法正确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是基本上是连 不要说断裂啊 连白痕基本上都是不会发生的 而我的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呢 DL28的这个卡扣呢 基本上比较好拔 I24的话呢 难度呢 就比较高了啊 好 这两片翻开之后呢 接下来处理它的这个头部 头呢 从这个地方放下来之后 红色部件这里呢 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上面翻 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这个边线呢 要压到底哦 这个样子 再来呢 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一个双手臂的部分 双手臂呢 这个地方不小心把它松脱了 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凸 它呢 是本来扣到里面有一个凹的 现在呢 要把这一这一片呢 这一片呢 要扣到这里来 所以你要往往下面 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拉开之后呢 往下面 下来的时候呢 顺便手臂呢 旋转一圈 然后把红色的部分呢 转到前头来 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双动关节可以先 先拉开 然后呢 这个地方扣松 转下来 然后呢 旋转一圈 两手臂呢 就 到了这个定位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一个 比较 让人觉得头痛的一个地方 把这个两个红色的部件呢 转朝上之后呢 接下来两手要做一个互相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那结合的时候呢 首先呢 把这个手臂给打直 往中间靠拢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凹 这里呢 是等一下即将要做的结合点 那下臂的结合点在哪里呢 在这一款呢 DA28呢 跟Ri24来讲呢 DA28多了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里 这里是凸 这里中间有个缝 所以这里是要做结合的 在那之前呢 先把这一片 手 这边翻出来 然后呢 往这里呢 可以往前面拖一点 然后这片板子翻开 翻开 那它主要的结合点呢 就是在这里 这边跟这边 做一个结合 然后呢 这个油箱盖呢 油桶把它翻到这里来 然后蓝色这个部件呢 尽量 它本来是这样 可以翻出来 两边都一样 尽量尽量的先把它往外面翻 可动锁的部分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它转到这样子 这个四根手指头朝下 然后呢 是本来是手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整个折下来 两边都是一样啊 有网友指出呢 它的可动锁呢 没有办法收纳进去 我猜呢 应该就是你的这个拇指呢 没有把它收纳到这个 拳头里头去 两头呢 就可以做一个密合了 再来呢 就是一个必须要跟各位特别说明一下了 这一个柯博文的变形来讲的最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车头的密合 那密合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两根手 你是不是要把它弄到很正 很直啊 那如果弄得不直的话呢 到待会变形下去呢 你就会发现呢 你要做非常非常多的 令人几乎快要是无法忍受的一些微调 这地方 OK扣紧 然后呢 这里呢 这原本这两片呢 把它压进去 OK OK 因为我还是必须要再说一次 因为不是自己非常舒适的一个动作来把玩 在镜头前面多少会有一点点不是很顺手 好 我曾经去研究过 到底这个手臂能要能够完全打直 跟这边这两个双关节是不是有关系 是要把灰色部件往后面推到底呢 还是把它往前面伸到底 但是我发现了不管是哪一种方法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试的一次到位的 所以就只能真的是要靠一点点经验来做一些微调了 OK 现在呢 这两片呢 要把它给放下来 放下来之前呢 这里有个卡扣把它分开 有点紧啊 这个就真的是有点紧 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里呢 有个地方呢 必须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里 这边这一片呢 理论上啊 它有一个堂皇 它自己会收纳到 收纳到下面去啊 但是呢 有时候 据说有些人的这个地方堂皇不是很好 他不会自己收下去 所以要自己留意一下 而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放下来之后呢 形成车顶盖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里 这里面呢 有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缝哦 有一个缝 是在手臂上的那个缝 这个呢 在原本旧版的R24 或者是ROTFL级的 科博文上面呢 它原本肚子 机器人肚子上面 这个红色的装置呢 红色的这个装甲呢 是还有在往下面延伸的 在旧的模子里面呢 它是那个延伸出来那个部分呢 刚好可以插进去 卡在这个缝里头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呢 可以帮忙做一个 中心的一个微调 但是呢 在这个版本 因为这一片被削掉了 所以呢 少了一个装置呢 帮我们做手部的这个调整 所以它的变形难度会更难一点 OK 那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两个 两个这个 两个这个 而且只能够称 这侧边呢 有个卡扣把它扣进去 当然车头这个密合也是要先密合住 密合 然后呢 两个油桶盖就放进去 这里一样两边都放进去 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车头的一个基本 基本的密合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 需要有一点的时间去做一点微调吧 特别是如果你还有一个 加上了这个可动手之后呢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这个样子稍微涂一点出来呢 待会呢 车头就没有办法密合 所以呢 你两只手的话呢 基本上 拇指收进去之后呢 完全压平的话呢 侧边来讲呢 基本上就不太会伸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后面了 OK 把这个地方挑开 后面来讲基本上比较简单了 这两个地方呢 翻正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这里啊 本来卡锅是在这里 把它松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呢 里头有很多非常精细的管路的一个刻画 这个模子做的的确是相当的不错 然后呢 这一片呢 这两片呢 就可以翻开 两边都可以翻开 这里一样有非常精美的管路的设计 接下来就这样翻 把它盖住 成为它的一个车头 车顶了 说错了 车顶 这里一个双关节把它压平 压平 OK 这两个 这两个部件呢 待会再来研究它吧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下半身的变形 首先呢 先把这个下半身 腰部这个地方呢 给错开 我呢 已经把电池呢 给拆掉了 所以就没有那个滴滴答答的 那个变形的声音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是这个 这是科普恩原本这个 挡布的位置 我们要把腿呢 往上面伸 OK 先要把它整个整个伸直 先伸到这样子 为待会的变形呢 提供一个比较有力的空间 OK 然后呢 这个 可不可以终于可以 终于可以坐下来了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一样是把它往前面 待会呢 把它往前面推呢 它会形成一个车尾 那为了方便各位看车 为了方便各位看这个脚的变形呢 我就暂时先把它放成这样 腿的变形呢 其实是蛮简单的 脚底板呢 这里 这个地方脚底板把它放下来 然后这两片呢 放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在这边 然后呢 利用 这个地方拉直 这里有个球形关节 一样把腿拉直 就是这样 整个把它给拉直 然后这一片呢 就往前面 暂时先把它往前面 待会我们再来做结合的动作 这里一样放下来 哇 可以把玩具放在桌上变形的感觉 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里松开 哇 这里因为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有时候掉下来呢 也不用特别在意 OK的 这里呢 松开这个关节 它这里本来有个洞 跟这里 这里是有个凸的 松开 往前面 羊腿呢 把它往中间靠 尽量伸直之后 然后呢 它这里呢 有一个结合点在这里 看到这里 先把这个地方呢 给扣紧 车 车 车头的部分也把它扣紧 然后呢 这两边呢 这里有个凹 这里有个凸 两边都一样 扣紧 前面呢 这里有个洞 一样这里把它结合 两边都是一样 OK 再来呢 就是把这个车子的这个上半部呢 这个 盖车顶盖呢 不小心刚松开了 不过这个问题 问题不大 变形中总是难免的嘛 接下来就是把它整个往下面压就行了 关键呢 结合点就是 旋转点就是后面的这个关节 这里这个关节处了 就把它给放下来 OK 不小心卡到可动手了 然后呢 这个关节处把它放进去 这里呢 有一个卡扣要扣进去 还有这里有一个 OK 这里有一个卡扣 的 有一个卡扣 有一个卡扣 所有的卡扣 都不小心 都有一个卡扣 的 我们有点 刊死于 当值得 为后面的 先提起一下 不能那时候 另外这边自己扣好了 这边稍微做一点调整 OK把它扣进去 车头的话 如果可动手你是调整完整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密合住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卡扣在这里 比较容易去不小心一漏掉了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底部这个 OK这里有扣 有扣紧的情况下 再来扣这里会比较容易 OK把它扣进去 这边一样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其他几个地方的密合 把它做最后一个密合 这个 既然这个车顶盖这么容易松脱的话 那我们就干脆 卡住了 OK这个地方把它扣进去 然后先两边都扣进去好了 别让它在那边晃 不喜欢这样晃来晃去的感觉 后面这个部分把它往后面放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这里 这里是一个双关节 把它拿起来 车尾呢就这样子哦 稍微做一点密合 这个轮子这个地方 它因为在腿部的地方 它是可以动的 所以车 车子的形态 它是会有一点摇晃 调整一下 这里我觉得不错 这里本来是膝盖 那个护甲的地方 居然可以很巧妙的 跟这个地方结合在一起 看上去好像完全隐藏住了 最后的是这个油箱盖的部分 油箱盖呢 这里 油箱油桶啊 什么油箱盖 胡说八道什么 往上面翻 往上面翻的时候呢 它这里啊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洞的 这个洞呢 要跟这个地方做结合 然后呢 需要呢 这个油桶呢 把它往里面压 然后呢 这个再往上面调整 然后如果 如果说调整的方向对的话呢 就会刚好 可以把它扣进去 通常的情况下 是不会太难扣的 OK 这样就扣进去了 再调整一下 上面这个烟管 让它看起来像连成 一直线一样 这里是一样哦 这里先把这里松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可以旋转上来 油桶压到底 最后再把这个地方转过来 跟这里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最后的结合 那OK 有做一个 最后一个小小的伪装 最后一个小小的伪装 OK 六个轮子呢 都能够正常的转动 这边表示说呢 我们的变形呢 已经够顺利的完成了 这个就是 DA28呢 克伯文呢 从机器人形态呢 转变为卡车的一个变形示范 这部卡车的形态呢 当初呢 在电影里头呢 曾经呢 电影公司呢 曾经解释过说 为什么克伯文的这个形象呢 会从原本G1时期的这种 扁头型的卡车 变成长臂型的卡车呢 是因为呢 他们电影公司呢 在做一些运算的时候呢 在对机器人的特效 做运算的时候呢 发现了原本G1时期的那部卡车呢 没有办法容纳下机器人 变形后的样子 所以呢 多了前面这个长臂型的 这个造型出来 而这个理论呢 我个人呢 在拥有了这个系列的玩具啊 当然从07年的那个LG的 科伯文呢 我就已经有这种体验了 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呢 还真的没有办法把机器人的部位呢 完美的收纳到这个卡车里头 这个卡车呢 我们其实啊 不管你是从侧边 或者是上面啊 前 或者是后拉啊 还有呢 底呢 基本上啊 原则上 机器人的部位可以说 完全是隐藏住了 硬要说了 有个什么地方 比较有破绽 比较大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比较像这个腿部的 这个胯部这里 其他的部分呢 隐藏的 可以说是近乎是要 我不得不 这么样的高分 就是说近乎是完美的隐藏到里头了 所以呢 它是一个 还原度非常非常高 我想这个样子啊 这个像电影里头卡车的造型啊 这个已经是绝对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 而且呢 又能够把机器人的部位呢 隐藏的如此完美呢 然后又兼具它的一个还原度 这个玩具 的确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模子 非常非常的优秀啊 那么呢 在这个卡车的形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D28里头呢 首先呢 车头的部分呢 这个这一块啊 这个塑胶感当然是略重啊 这没有办法跟电镀了啊 RA24来相比了 那这里呢有个车头灯是属于一个透明件来做成的 这里有一个博派的标志 博派标志的话呢 它这个底呢是红的 然后博派标志呢是白色的 然后火焰的这个纹路呢 喷的还是很漂亮 然后呢 它这个红底的部分呢 是靠近火焰的地方呢 是有一点点黄色的 就是有一点点火光的样子 然后呢 后面还是红色的部分 火焰呢 延伸到这个上面也有 侧边也一样有的 然后呢 如果说是一个 卡车形态下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的话呢 最明显的 应该也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 算得上是 鸡蛋里挑骨头的缺点 就是这个 车窗里头呢 可以看到有这个齿轮在里头 这个是机器人的部件在里面 如果说呢 这个玻璃 这个压克力板呢 能够用一点点淡蓝色 或者是其他暗色的材料 来把它盖起来的话呢 这个车形态呢 就会更新的完美了 然后呢 跟07年的那个版本比起来呢 后面这一块 这个板子啊 把原本在第一级的L级的玩具呢 后面这个大空洞呢 完全的补了起来 而且呢 就是呈现出电影里头 电影里头 它应该有那个造型 那么呢 可以说 卡车形态实在是近乎无懈可击 机器人的形态如此完美 即使是卡车也是一样 那么呢 这里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动的 但是呢 呃 它这里 如果你这个地方呢 变形有到位的话呢 多少可以稍微卡住一下 而且这个也蛮神奇的 呃 这个软胶呢 如果你不小心去 你去去弯道或者是怎么样 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自己会再回复原来的样子哦 就这个数 这个材料是蛮蛮蛮蛮蛮神奇的 然后呢 这个卡车呢 的另外一个卖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爆甲模式 哦 在示范爆甲模式之前呢 再跟各位来提一下 它的这个L级的这个Optopus Prime呢 这个科普文的玩具呢 它呢 我之所以会非常推崇这个模具呢 是因为呢 它跟07年或09年的这个Deluxe的等级的玩具呢 摆在一起的话呢 我就个人觉得这个比例呢 是非常非常恰当的 当然了 如果你把它跟缩水之后的这个第三级的玩具 摆在一起的话呢 就会觉得那第三级的这个Deluxe的等级的玩具呢 明显的就稍微变得略小了 所以呢 这样子一看了 你就会发现 还是之前07年或09年的版本呢 跟它呢 会比较比较搭的 比较搭的起来啊 如果你个人是个比例控的话 然后呢 因为呢 大部分的这个角色呢 都会出Deluxe等级哦 特别是 一些配角们都是出到这个级别 所以呢 跟这个玩具呢 会非常非常的搭 好 现在呢 爆甲模式呢 就是呢 它原本在机器电形态下附带的这一面 这一面盾哦 它本来这个样子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动的哦 本来盾牌的形态下呢 它是像这个样子 哦 不管你怎么摆了 反正它就是本来是一面盾 那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摆成这样 然后呢 这个地方按一下 它就会弹开 这个所谓的爆甲模式哦 它虽然是一面盾哦 折成这样子 但是呢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的哦 就是说 我个人的理解是 它是应该是说是 柯伯文的这个车头呢 撑开啊 就像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 这个top spin一样啊 他们这武装的这三个技师 它这个车上的一些一些引擎盖 微信机关会打开来 然后把武装给露出来 所以呢 我个人的理解啊 它是应该是 当然因为电影里头都没出现 我的感觉是 它是这个车头呢 裂开平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这个 因为呢 这个 这个地方的造型呢 跟车头的部分呢 基本上算是一样嘛 你看伯派标志一样 一样是在这里 那这样子散热孔 然后呢 这个挡风板的地方 感觉就像是 整个被撑开裂开一样 那这个火焰的纹路呢 基本上也是 尽量是做到一样吧 所以 总而言之 我 或许有人认为 它是一面盾牌架在车头 但是我的认知 就是它是车引擎盖裂开的 它呢 主要呢 放进去之前呢 这个地方啊 这里呢 这个部分呢 是要把它收进去 然后呢 这个这里呢 这是盾牌的时候 拿着这个地方 就收进去 哎呦 刚刚应该先提一下这里啊 这里面 这里 这里 这里面有个洞哦 这个洞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要扣在后面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凸 但是呢 我就是 我觉得是不太合啊 就合不起来 因为没办法把它固定住 外面这一圈蓝色呢 跟外面这个圈呢 是有合的 但是里面那个凸呢 就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拼凑在一起啊 所以我放弃了 我就不把它放在后面了 唯一的选择呢 就是把它摆到前面啊 这两个 这里有两个洞啊 这两个洞 约略就是跟这个车头灯呢 跟这个车头灯是同一个形状的 所以呢 它的主要的结合点呢 就是在把它扣进这个车头灯里头 OK 这样子的话 稍微压一下 就会组合就算结束了 这个车子的前方呢 就多了一个样子 看起来非常凶恶 非常更重装甲 更有冲锋力道 或者是说更 更有马戏团风格的 的一部巡回表演车嘛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造型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感吧 就是好像会在那种美国的那种 那种大西部的那种公路上 驰骋那种大型的那种卡车吧 非常非常帅气啊 然后呢 另外呢 爆甲模式呢 它是把这个武器呢 要安装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武器呢 如果说你想的话呢 其实放到前面是可以的 你可以放在前面 当然你也可以安置在上面啊 上面这里 这个洞虽然是圆形 然后这个洞虽然是 这个凸虽然是方形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是可以 是可以放进去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 容易就可以放进去 然后两把枪都是可以放上去的 而这里呢 有个洞 但是呢 这个洞呢 我个人试问一下 并不是很适合放这里 因为呢 这个洞我觉得略小 硬塞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洞会被撑大 哦 就是 不是你应该塞的洞 别把人家撑大 以免老了以后会有后遗症啊 我说玩具以后掉漆啊 我是指这个啊 不是别的意思 那所以呢 标准的一道说明书的放法呢 这两把枪的放法呢 是放在这里 是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松开来 有 油管 有箱啊 有桶吧 简单的说呢 就是 把它的变形呢 变得不完整 这个地方呢 活紧了 把它 这个地方呢 这一片呢 把它拉出来 然后旋转上来 旋转上来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个凸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小凹 就是要把它 约略的扣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一个旋转 旋转过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凸 然后呢 这里有个凹 这里 跟它做一个结合 然后呢 利用这个地方可以旋转呢 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边呢 比较办理哦 这里呢 把它松开 这一片呢 把它拔出来 拔的时候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避免有白痕的出现 那就 那就很伤心了 毕竟DA28呢 听说啊 听说DA28呢 它 我手上的这个是原色版本嘛 据说它的这个原色版本呢 卖的居然比电镀版本还要贵哦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或许是因为这个版本呢 它不是电镀 你反而把玩起来就比较没有压力啊 就像我 我对这一款玩具的这个把玩的这个性质度会比那个RI24呢 要搞很多啊 电镀的刮花 觉得很心痛 这个浑然天成的这个铁灰色的配色就让玩起来非常的舒服 好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爆甲形态下的另外一个展示啊 这油桶的摆到上面 当然这两个应该是可以摆到前面吧 但是我觉得嗯 没有必要摆这样就行了 再来这个武器呢 就把它可以把它安插在这个地方 两边都有动 然后呢 安插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这个有原本这个像是握柄的这个地方是朝朝里头的朝车顶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这一把呢 就是放在这边 哦 附体哦 这个这个火焰啊 这个十字弓的这个部分我已经我已经把它伸长了啊 另外一边呢 一样 这个这个凸的地方是朝里头的把它扣起来 OK 然后如果你希望呢 它是露出这个十字弓 就把它弄出来 然后扣紧 这样子呢 就形成了它一个完全把火力呢 展现在前面的一个姿态了 非常非常的 具有 杀气哦 暴力度 它不是黄色 它是很红很暴力 不是很黄很暴力的这个 科博文的形态呢 就出现了 当然在电影里头呢 它是没有这个样子哦 它是直接变成机器人砍人比较快哦 这个武装的形态呢 在电影里头呢 就没有出现了 如果你喜欢做出一个完全的这个杀人的车队的话呢 你倒是可以把这个这个top spin跟它摆在一起 还有另外的一些bumblebee 也是有一些可以身上插控比较多的这个第三级的玩具人 你都可以把它摆在一起做出一个武装车队的展示啊 非常非常 值得珍藏了一款科博文的玩具 这个DA28呢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啊 也真的觉得说呢 如果你有缘分遇见它的话呢 嗯 我们就不要说买贵了 其实呢 最近呢 突然是有有有那么一种感觉哦 就是说呢 买玩具有时候也是一种买一种缘分吧 有时候你你也不一定说你能买到减到最便宜的的这个款式 但是我们就不太喜欢说 比方说我现在手上有个DA28 然后呢 你可能说你花了四千块钱台币买到 然后就有人跟你说我三千九就买到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个是人家送的 你能比我还要低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收集玩具有时候真的是一种缘分 我本来认为这个DA28这一辈子跟我是无缘了 因为第一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第二有钱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但是呢 就因为我制作了这么一系列的变形金刚的分享影片之后呢 能够从VB7786手上 它把这个玩具送给我 这就是我跟这个玩具的一个缘分了 那么呢 现在哦 以我现在来 就是落坑以来啊 我的确是有一阵子呢 非常非常care 收集玩具 就是一定要价格要压到很低 或怎么样的 但是呢 久了之后就会发现说 有时候 这种东西收玩具就是一种缘分 你或许你遇到了 就突然突然它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那如果你遇不到呢 那也就算了 那比较价格的话呢 也就不要算得那么紧 当然好玩是一句话 不要买到贵 不要买贵了 但是呢 你说买到便宜 要便宜到多少才算划算呢 这个我个人就觉得说也不用那么样的那么样的去去一个计较了 一个玩具跟你有缘的话呢 你就不要抗拒它了 好的 那么呢 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大陆的变形金刚的民友VV7786呢 在过年前呢 就把这个DA28 它还很神秘 没告诉我说 它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我 当时我跟它说好的是 它会帮我寄的那个祖国版的非常巨大版的那个威震天 那没有想到说呢 它居然把这一款DA28呢 整个这样送给我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谢谢你愿意这样子割爱 把这么珍贵的一个神物 这真的是一款神物啊 我很少在我的节目里头说到什么东西是神物 这一款我个人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玩具 人形完成度 车型的完成度 变形的复杂度 但是完成之后 变形完成之后 你会非常非常的爽快 你真的会爱上变形金刚 这四个字 你真的是在把玩过它之后 你彻底的喜欢上变形的这种把玩的一种快感 还有整个特殊的这种铁灰色的涂装 也是科伯恩玩具里头呢 据我所知这种配色也是仅此一款而已啊 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款玩具啊 好 今天呢就非常非常高兴呢 能够和各位呢来分享这一款难能可贵的一个DA28的玩具 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网友 头部把它放下来 放到底之后呢 红色这个部件呢 往上翻 然后这个地方放 OK 就算头都被折断了 也不忘记告诉大家要 阻止狂败啊 你不愧是伟大的博派 不愧是伟大的汽车的领袖 太赞了 好 头部呢 这边 这个时候呢 这一片呢 刚突 这个突呢 本来是扣在上面这里的 现在就已经完全的密合到它下面这一片了 另外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这边 先把它松开 往下面滑的时候呢 这个手 我知道 就算是手被折断了 也不忘记告诉大家 要阻止狂派啊 你 不愧是伟大的汽车的领袖 不愧是伟大的博派领袖 我再一次的对你表示我 无限上扬的 无限上钢的这个敬意啊 分金错骨了 也不忘记告诉大家要阻止狂派啊